已经有三个多星期了是吗 是 打电话都不接 偶尔接一回吧 就跟我说不用管我 我就不回去 冒昧地问一句 您跟您先生是离婚了还是怎么样 是在女儿多大时候发生的事情 他四岁的时候我们就离婚了 我们跟他爸离婚 离婚以后我一个人把他拉是大的 那您女儿的性格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他从上中学以后就变了 这是小学的时候吧 就见着男同学什么的 他不跟男同学一起玩 他跟男同学打仗 他对男同学就是特别很厉害 但是上中学以后 我又见不着他 有男同学跟他在一起 现在上大学了 我也没发现有男同学 跟他有个电话了 或者什么都没有 女儿二十岁了 你都没有发现过 他有任何早恋的 哪怕是天下 对身边一个男同学 都没有 那怎么没想过找个伴呢 至少有一个人帮你一起来扛一扛 没有 因为那个 我觉得我跟我女儿相应为命就够了 没想过再找 那这次为什么会找到这位男士呢 这次是我女儿上大学了 这个 他这个不在家 有的时候 那个我就是 有点不舒服了 或者什么时候吧 我就觉得特别孤独 有一回我发烧了 我不知道半夜的时候 我想喝口水 没有人给我拿 我想说话 没有人跟我说话 那我就挺着 挺着早上起来 我就那个 到医院拿来电笛 完了回来以后吧 我碰到我一个临近 跟我特别好的临近 他就说 你看你一个人太那个喜什么了 太孤单了 要不你找个爸爸 这么多年 你也没找了 你再说 孩子上大学了 你该找一个了 我说我不找了 我说 我就跟我女儿过挺好的 他说 我给你介绍一个 这人不错 人也善良 他也善解人意 他是个好人 因为我觉得是好朋友 不能骗我 那我就想 我跟他处处看了吧 所以这一年来的 我也在不断地 这个是观察他 观察他 我就在那个 我看到他适不适合我 我也没跟女儿说 所以这次过生日 你觉得对张姓 观察的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想 我想那个故事 让他们俩见面的 我就想问我 看看我女儿 他有什么意见 如果他同意 我们就继续交往 没想到女儿的反应这么大 对 我们没想到的事 我把女儿伤了 对不起 那刚才我们也看到 那位男士 在你